10月15日,前香港乐队赤字成员张彦博在旺角麦花城场馆上演个人演唱会。 据悉,入行14年的张彦博为了筹备此次演唱会,不惜押后置业计划,耗尽达六位数的积蓄,远赴马来西亚打造三首新歌。 直言从不计较将金钱放在音乐上,只希望有生之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 他这种对音乐执着的举动,赢得了众多圈内好友的大力支持,纷纷前来现场为其撑场打气。 除此之外,还意外邀请到玉女掌门人周慧敏当表演嘉宾,令在场观众惊喜万分。 而两人申请演艺经典请未了,更是让现场气氛推至高潮。 演唱会结束后 谈期可以邀请到周慧敏作嘉宾的感受 张彦博兴奋指对方是自己一直以来的偶像 私下里并没有很深的交情 只是在社交媒体上有过几次沟通 但做梦都没有想到 对方真的答应当自己演唱会的表演嘉宾 也是第一次与女神同台合作 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 这个从来也没有想过 因为我只是从一个社交平台上面就跟他聊天 然后他真的答应我来当我的嘉宾 我真的有一些受宠若惊 对对对 所以希望有机会跟他再次合作 也希望他会唱我写的歌曲吧 有时忘记 太水彩 太痛 飞赛娱乐 时时报